但是在电影创作上 刚才他讲到有个同情 你跟一个地区的人 你同情共感的问题 那比如说喜剧呢 喜剧我觉得内地人的笑点 和香港人的笑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不觉得我这五六年很少拍喜剧吗 所以在这个商人的思维必时继续 是不是更难要掌握这个笑点 难一点 没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用同一种共振长大的 终归是好一点的 有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人是跟熟人在一起 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 或者跟不认识人要大几十倍 你看我这两年都在拍 我追龙一追龙二 下面追龙三 这样一直追下去 都不拍喜剧的原因 比较难了 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共振 不是 有 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 没有 就是没办法 好像麻花 他们这样做到那种情况 做不到的 按说你是研究喜剧 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 是 是吧 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 就是星爷的这种 所谓这个无厘头 但是星爷的新喜剧之王 你愿意评价吗 我挺喜欢的 怎么说 我觉得他搞得不错 这些比之前两部戏多好 可是就是不吃啊 不吃就不吃了 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振 以我评分 比服药片都好 但他有没有这个 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现象蛮特别 就那个时候 他是为香港人拍的 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 反而在内地 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 就一开始吧 也是呢 他为前拍而已 跟你一样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笑点的掌握 他对什么叫好笑 那个东西的掌握 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 是 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 也都觉得好笑呢 而且我觉得最奇怪 因为以前 以前那种喜剧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 你看他的以前老的那批 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 有一些口语 还是挺受欢迎的 他自己的多半 吃的都是动作 而不是口语 你可以想想 比方说 抱住婆 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 你不记得 你记得他拿 那个扇子 你记得他 那个思考空 你记得这些动作 动作的东西 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 这靠表演 靠表演 你觉得他是 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 是 他从来都是 但是这一套 我不记得后面 三十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 是吗 沈腾呢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演员 跟他不一样 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 你比如说 您也是作为香港人 你看现在内地最火的喜剧 你笑吗 笑 就你觉得你的反应 跟影院里的北京观众 是一样的吗 同频的吗 未必 可是我笑 他不是觉得对立的 他有些东西 那我看 跑了物片 我都笑 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可是有时候 你在美国的喜院里面笑 里面看 有的人 啊 狂笑 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 但是为什么 现在有些影评会讲 就是说 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 那些老梗 现在再使出来 今天的观众变了 什么的 影评界是从来 是最没有就是规格的 没有规格 任何人都是影评人 是不是 你不需要上一个课 或者拿到一个学位 才是影评人 所以你为什么 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没有意义的 任何人都可以是影评人 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我 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 我因为种种原因 我前两天才在那个收费电视上 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 因为之前都是说很多恶评嘛 但是我看了的感觉 真是跟京哥有点像 甚至我原来认为 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挺认真的 他可能转角有一点错误 王宝强的角色是 是有点放错了 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 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 就是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 很难代替 你找他设计的很多东西 就是他说的 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生发出来的东西 但是要换了一个人 好像做不到 是 因为他当导演的时候 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 他就让你演成他那样 一模一样 可是呢 谁演得到呢 可是呢 就每个人都演不到 然后他就很生气 后来抒起他们的故意 你演一次给我看 实在是想看他演 好笑就这样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 他就 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 面对不了自己 就这样 我都演不了 不要说他了 现在 是吗 要体面了 不是 就是到了一个年龄 你就做不了以前年轻人 做的那些事情 能理解 能理解 就是现在我 我也不太想拍戏剧片的原因 我宁愿 不好笑了吗 不是 你想的事多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 我觉得我 我混了那么久了 我年龄到了这份上了 我还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些了吧 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 比较初级的东西吗 所以要 不是不是 问题是你去演啊 你去搞 让年轻人去演了嘛 你老人家还去演 那乌迪艾伦不是自己 还在演吗 那个乌迪艾伦自己也在演 他也很搞笑 我觉得他好可怜 这个他这个里边啊 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 你看我身边我们熟悉的 更多的是说导演 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 我要讲我要讲的话 对吧 就是我爱拍什么 但是我觉得好像 你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困惑 就是 因为我把它当作我的career 职业 not my happy 不是我的嗜好 那你做的苦吗 不苦 做的开心吗 开心 那为什么呢 一些不具备条件的 需要 需要很多压力 有成就感啊 你很快做完很多事情 是不是有成就感 对啊 你有成就感嘛 就是那种嘛 你专业嘛 专业就把它做好 就行了嘛 你做好 你就觉得开心了嘛 那你说比如说这个 像这个研究这个喜剧啊 你觉得有什么规律吗 能把人逗笑了 实在在 在我入行70年代 我们看都是看美国的那种 就是几句书 就是刚才他长提 Woody Allen Woody Allen 当时写的都还挺靠谱的 现在老了 就乱七八糟了 当时写的书很多都很好的 然后你都会参考的 然后我们还看Floid Floid 他有几本书 是说人会怎么会笑的 因为呢 你看 现在你像我们电视界的 有的那个总监 就说那样的话呀 就是说 我估计现在这个都 是不是有点下去了 但是至少在最近 这么几年内啊 就是说 能把人逗乐的事情 到达了他现在 红利最高的一个时代 对 你看我们周围吧 不管是 你只要真能把人逗笑 真的逗笑了 哎 真是名利双收 绝对发达 就是好像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 就是这么样的需要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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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 你要是从商业利益上来讲 能把人逗笑 现在在中国 那是一等一的本事啊 也 中国也未必 中国道德观念还是太 比较比较强 然后 然后 我觉得 他们还是会维护证据 多一些 不然你 郭德纲 为什么长期都会压在 那个水平给人家 他逗乐 逗得最多了吧 但是这个喜剧片票房 这么好 他演的不行啊 就只有 现在就知道沈腾比较好啊 然后沈腾都 开始不想演了 你看他演飞驰人生 你就知道他不想 不想逗大家笑了 他想演爸爸 他想死 他想演这些 为什么是演 是演喜剧很累吗 就是你要逗别人笑 你自己就很累 比任何戏都累十倍 怎么说呢 演喜剧是比 演任何戏 都累十倍的活 他累在哪呢 累在你要说服自己这样做 对 他喜剧问题 他往往有一个 咱们研究这个笑的规律 说这个有反常性 有反常性 而且呢 还有一点 他刚才讲弗洛伊德 我就记得 你知道弗洛伊德里边 有一个理论吗 就是人的不同发展阶段 比如说像孩子 就常常是 比如说 就说是 怎么说呢 生殖系 就从排泄系统期的快感 到口唇期的快感 一直到最后成年人的那种快感 然后呢 你看你同时你又发现没有 我们很多时候批评有些喜剧片呢 比较低俗 就说充满了屎尿屁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 就是说 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你发现没有 我逗小孩玩 后来我发现 挺好玩 就是小孩子啊 你只要跟他说屎尿屁 他就会笑 放个大屁 小孩就笑 所以这可能也是 人们瞧不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你离这个本能 生理本能太接近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这也是 就说明这是很大一块笑料 就是距离人的那种原始本能 比较接近 笑就是推翻规范嘛 对啊 推翻规范就好笑 推翻禁忌 对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 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 因为 因为笑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讲不同的文化底下 你觉得什么叫好笑 有时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有些东西 你比如说在国外讲 你可以会 大家会觉得很好笑 但这个明显在中国就很不好笑 你这么讲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愤怒 亵渡啊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验 就是其实我人生第一个理想 想当个相声演员 你啊 太不像了 你没有想到 我小时候我记得 我第一个储钱贯买了以后 我砸了 买了三块六毛五 一本就是上海独角戏 全集嘛 我上面所有东西 什么三十楼家房 我全能背出来 但后来为什么没有做这个 我就发现 女的太难了 就是你刚刚讲到禁忌 就是一个女的 你要在舞台上 打破这个禁忌 你的形象就 大家社会是很难接受的 一个女的怎么可以这样 女人在笑这件事情上 只能做一个被动者 你听到陪着笑笑可以 你去说个笑话 很多时候打不破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中国没有好的 女学院有 但很少 我觉得国外也很少 差不多都是一些 放弃作为一个女人的 优势的人 跟政治家一样 比方嘉玲 她差不多都放弃自己 作为一个女性的优势了 就比如说 本来你应该要漂漂亮亮的 或怎么样的 算了吧 真的是 对 而且我还想问 一般演戏 比如说我们 以前会觉得说 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 他要掌握这个什么 角色的心理 要尽量把他演活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很多喜剧里面的 那个演员 恰恰不是一般的活人 他不是正常的活人 是不是这一点 也是一个最很难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 当年吴俊如特别火 对 演喜剧 然后突然间 他所有喜剧他都不接 然后他就 马上不火了 也赚不到钱 我有一次 然后就减肥 减到特别瘦 然后大家都 瘦了不好笑了 就那样 然后我就去问他 你干嘛呢 你这样 你就是把钱推出门 他就哭了 然后他告诉我 人家告诉我 我 我美了 我开心 这真有意思 好惨 他很坚持 然后 然后 是变成了 一个挺不错的 形象 后来 可是就 就 像以前一个女校匠的 那个就 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有那种理论 不然喜剧 就是自毁给别人看 对 做女人难 做搞笑的女人最难 但是文道 你分析过没有 人为什么看到别人惨 对 就会好笑呢 这里边有什么动物本能没有 没有 这个很多心理学家都有讲过 或者很多学生都讲过 第一就可能是因为 你看到别人那种惨 但是代替你 那有两种 有时候我们是看一个电影会哭 因为你觉得那个人在代替你去死 但是另一些时候呢 你觉得那个人代替你惨 但他不至于到那种 这完全是看戏剧的描写 哭写 怎么样让他觉得 你觉得这个人 因为喜剧有个好玩的地方 你知道那个人不是真死 你知道那个我们在一个假定的状态 在那种假定状态下 发生再悲惨的事情都可以很可笑 实在呢 欺凌也能带来快乐 对啊 所以学校啊什么都很多欺凌的 欺负别人 你看电影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掉到坑里面了 大家就狂笑 如果你本身你这个人性 不愿意去欺凌别人 可是这种看到人家掉到坑里 你满足了那种欺凌的满足感心理 可是你又不需要去真的去欺凌人 所以你们就大笑了 人家说的 而且像看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美国 美国的 绝对 你看有的人 比方说有两三个很坏的同学 去故意脱一个小胖子的裤子 其他人在旁边都笑的 不会说哎呀你不好 这样欺负人很少的 十个里面最少要八个是笑的 不笑的呢就是有感情出来了 对啊 有感情就不笑了 好像是因为这个人的惨 他应该是不具备代表性 是比较这个意外的 好像我记得谁说过 叫那个一个人的悲剧 是全社会的笑料嘛 但如果这一个人的悲剧 是有代表性 你每个人看到觉得 我也是那样 你就笑不出来了 对 它是一定偶然性的意外的东西 这有的就是西方有的哲学家 就研究这个笑的原因呢 我就记得我看过一个哲学家 他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当你笑的时候啊 感情是不在的 感情一在 你就不笑 笑不出来 对 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看他摔倒了 你如果是感同身受 你同情了 对 你就不会笑 对 所以喜剧一定要很快的 一开始就要跟观众 建立一个默契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底下 你看到一个人摔倒了 你是可以笑的 看到一个什么 你不需要投入那种感情的 你需要把它当成另一种东西来看 所以什么电影 什么电视剧 类型电影 你要跟观众建立关系 让别人把你当什么看 还有一种理论讲 叫什么 就是紧张的解除 紧张 就或者是 你比如说 好比说我跟你对话 我说 你看 那个 十年之后 我就在那个山顶 李嘉诚的别墅里 看着这个油麻地的你 结果你接一句呢 可能说对 你在李嘉诚的用人房里 看着我 这个就是前一句话 好像就是 是不是会 他十年之后要成为李嘉诚 他积蓄起某种紧张 但是 原来是当李嘉诚的用人房里 是吧 一解除 有一派就是这个 就效 您觉得有没有这个规律 这个是个小规律 并不是大规律 大规律还是 还是攻击规范 攻击规范 攻击规范 比方说 政治 宗教 性 就是三个最典型的规范 那你像在咱们国家 比较传统的这个国家呀 所以这三个 三个都不能够攻击的 对 都不能碰 所以要 美国现在也不能碰 政治正确起来之后 在我小的时候 很多就攻击自己 要么是攻击残疾人 以前特别多 现在也不可以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 当年 侯宝林 马三立 这为什么是大师啊 我觉得是太不容易了 就是说他 你比如那个时候 他们也不能 要把相声从低俗里 解救出来嘛 那 所有这些个 涉及低俗的 他不能要 但不能要 仍然能 比如关公战群穷啊 或者什么 他仍然能让人 笑 他这个里边找到的 有些规律啊 我觉得有些时候笑 要不说他说 跟表演有关系 我很相信 其实同样 郭德纲的相声 不是郭德纲说 就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对啊 甚至有些表演当中啊 有些非常微妙的 节奏 节奏点 你比如说 哪怕是这个 捧跟的这个鱼签 嗡这么一声 他这嗡着一声 就像是这个 鼓点嘛 打到那边 鼓点 嗡对了 你就乐了 对啊 嗡了慢一点 就不乐 你解了我一个困惑 我一个朋友 讲那个脱口秀的 他一直跟我讲 他说 不是一个演员 讲了一句笑话 是一个好笑的演员 讲了一句话 我一直没有理解 后来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 其实是表演 喜剧演员呢 就是得到了一个牌照 就是观众会对你笑 并不是谁说一个笑话 我都会笑的 你拿出那个牌照来 你是沈腾 我笑了 但是你觉不觉得 还有另一种啊 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幽默 因为今天呢 我也看到有些文化人 经常爱发这种牢骚 说今天的这个观众啊 他们这个感受幽默的能力 好像在理解能力在下降 就我说这个 因为语言的幽默 很多是需要拐着弯 听我这个话 那就是问题在那了 拐着弯嘛 那个弯是不是同步拐 你这是Mass Communication 电影是 你同时有十万人 一百万人看的 那十万一百万人 是不是同时拐那个弯 如果不是同时拐那个弯 那就不笑了 所以说还是一个 跟大多数的一个关系问题 这是大众传播嘛 大众传播就是 同时到一个点 同时笑 互相共振 那就传愿疯狂笑 那我还想再问 像金哥 你现在这几年 你不拍喜剧了 那像这样的电影 你在拍的时候 在内地这么情况下拍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跟以前拍香港 纯粹的香港电影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 立场不同就行了 实在都一样的 你表达一个故事 从一个什么方向 以前麦当雄最喜欢南盗女腔 就是 麦当雄最喜欢 他一定是按反派犯罪 那些人的主观线 去写整个事情 警察都是 猙獰的 都是坏人 警察反而是坏人 是 但是一个方法 可是没关系 我们从 从正的来写 我们从 司法机关的立场 从他们的角度来写 一样好看 还是写一个 同样的故事 可能对一些 特别追求 官能刺激的 麦当雄那种 会他们觉得 爽一点 爽一点 可是大部分的观众 还是会喜欢 看正的这篇 去写的 等于 一直有一两个 你所说的那种影片人 在那些 就是网上 老说 这个追隆 比破豪 差得远了 那当然 我没有叶子妹 他就是少了个叶子妹 一门也就没有那种 色情啊 低俗啊 没有那种东西而已 所以当导演啊 我现在觉得真的是 过去我们不愿意相信 说电影是一盘生意 对吧 可是实际上你看啊 他跟一般的画家作家 可真不一样 不一样 他脑子里得多少算计啊 你少了艺术家的激情也不行 对吧 但是呢 包括政策 法律 文化 风俗 这个香港这个地方 和内地这个地方 不同观众 哎呦 他得算多少 包括这个投资 你有没有像有些导演那样 你比如说 我想拍一个戏 超支我也要拍 我一定要拍到 我心中的那个结果 看我是会计算 超多少 能得到多少 在你心中 没有一个理想的电影 我觉得没有电影是理想的 没有说 我这一辈子的电影生涯 我要有一部作品 哎呀 足为此生 到目前为止 我此生看过的只有教父 是到现在都找不出很多错处的一部电影 其他时间会令你失效 你当年 好的不得了 你现在你看福仇泽联盟 二十年后看大家当笑骗看 一定 二十年后的小孩拿出来 哈哈哈哈 就等于今天年纪 看我小时候很喜欢星球拿大 他干嘛 他就一个头盔 就这样 肯定的 那你比如说 这个你有一个名声 当年你拍了很多 别人认为是烂片 我不知道烂片该是什么定义 你觉得烂片是什么叫烂片 嫉妒而已了 有什么烂片 你有本事拍那么多吗 既然烂 怎么可以拍那么多呢 当然不烂了 你自己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 不赔有钱赚 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反过来说 最赚钱的电影 是不是好电影 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电影 我以为你要说百分之九十都不是呢 都是赚钱 因为赚钱的话 你是等于是说 你在观众当中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 如果你的人数越多 那就是 所以好的定义是什么吗 好的定义是什么吗 是最多人喜欢 还是某一些最高档的人认为好 什么叫好呢 但是问题是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 像复仇者联盟 第四集结局 票房一定超过当年的教父 对啊 但你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要比教父好呢 不会 可是每一个年代 在当那个年代的效果 而不是你能放回去一九六几年嘛 当然不行了 所以就是就跟我说这个 你不能夸时代去算计嘛 去比较嘛 所以其实呢 理解这个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这个搏击一样 没有规则 没法谈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规则好 就是最大多数的主流人群 用票 用脚投票 用票投脚 对吧 用票投脚 对吧 那么他们能够花这个钱和时间看 这种商业电影算好 那么赚钱的就是好 如果你说这种共振的效果 跟那种震撼感 实在 Gone with the wind 是有史以来最好 一九三几年能拍成那样 对不对 漂亮 如果你现在回顾起来 你拍的 金哥拍的 听说有近两百部了吗 我导演的一百多部吧 你自己要给你自己评 你觉得你的最好的电影是什么 实在没什么 我都不满意的 那您如果 就是刚才一直讲共振 如果在今天这个时代 您要找到一种共振 你会觉得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什么样东西真正能引起 我们共振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会觉得喜剧里面放一点 放一点人情味是最好的 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一个 我满意的喜剧演员 所以我不敢拍 你必须手上有一个 跟你想法一样的喜剧演员 你才能拍是最好的喜剧 当年有一段时间 我跟周星石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在同一个轨道上面 所以当时我们合作的片都很好 后来大家有不同想法 就没有再合作 可是就是怎么说呢 如果一个喜剧导演 没有一个好的配合的喜剧演员 是很难达到一个特别高峰的 那你们当时想法有了什么不同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大家都想做导演 他想做导演 那就你做吧 那就我拍别人 无所谓的 所以您觉得就是今天的 大家心里面期待的那个东西 是笑声以外 有点人情味 但这个人情是说到非常小的那种 家庭的情感情 都可以啊 你看就是你今天你再看回去 Tripling最好的几部戏 都是很有人情味的 对 对吧 是 你今天看还是好看 对 实在没有淘汰他 真的是 所以这个金哥 我发现他经常说 他觉得他是个商人 这是你说的吧 对 所以你选择拍一部戏 其实他真是反映了 我觉得香港人很多香港人 之所以当年能成功啊 这个也是 那真的像当年像华盛听说 真的就到电影院了 到电影院去去看每一个笑声 为什么笑 哎呀这样的去弄这个市场 他主要是在台湾住了几个月 去研究台湾的市场 你觉得今天的市场怎么样呢 今天的市场太宽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有市场 因为你在北京的话 你不可能去五线城市 每天在西院里面 对真的还不一样的道理 对 对不对 没错 今天中国厂局太大了 三四五线城市 是华语片的最大的市场 对 一二线城市根本就不看华语片了 那你了解内地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吗 不够 不够了解 那你现在凭着什么感觉 去觉得这个好看呢 我觉得三四五线城市 有点像当年九十年代的台湾的南部的城市 就拿那个来比较 就相距不会很远 就有一阵子 比如说我们研究视频网就发现一些 我们一线城市社会 所谓社会精英阶层 很多根本没有人去关心的那种直播网站 就是五线城市七年代的 根本就是现在的BAT 也是三四五线城市 对 从会员的 但是有的也挺好看的 你看怪不得这京哥老杭尊 至今还硬挺在这个电影第一线上 这是个明白人哪 心里门儿敲 谢谢